医务工作是一项消费行为 还是一门良心事业呢 这就看从医者怎么去拿捏了 是 刚才第一节呢 中国北京的例子应该是前者 那下来要看到的 美国维斯康辛州的例子呢 这更像是后者 当亲人在进行手术时 你只能够在外头等待消息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多煎熬 应该不难想象 所以呢 维斯康辛州的一家 医院就首开先河 医生为病人动手术的时候 会安排一名医护人员 全程和病人家属保持联系 缓和家属的紧张 到底怎么联系 医护人员又怎么向家属提供 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 我们马上去了解 年纪轻轻的萨法 饱受咽喉炎的困扰 他的父母于是送他进医院 进行扁桃腺切除手术 这原本只是一项小手术 但是对于第一次入院的萨法来说 他的心灵还是难以承受 焦虑的心情 自然也感染了他的父母 幸亏这家医院有个短信服务 从萨法确定要进行手术的那一刻开始 医护人员会不断地 透过手机短信和萨法的父母 讲解手术内容和一些 必须了解的信息 当然萨法进入手术室之后 医护人员也会和萨法的父母 交代手术的进度 小萨法终于是顺利完成了手术 他的父母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值得一提的是 医院的短信服务 不会因为萨法出院之后就马上停止 院方还是会不时传来一些照顾病人的后续资料 这么贴心的短信服务实在是难得 我国医院什么时候也来贯彻这一套做法呢